周杰伦唱歌最大的问题 第一 咬字不清 第二 高音急得要死 歌唱成这样 为什么还会有那么多人喜欢呢 音乐它是一种文化 如果你只从声乐技巧 看一位歌手或音乐人的音乐 那么你的视野肯定是狭隘的 周杰伦对华语乐坛最大的贡献 就是他让说唱本土化了 让嘻哈中国化 在周杰伦之前 说唱和嘻哈在华语歌坛 有吗 有 但不是主流 是小钟 但随着周杰伦的走红 随着娘子双结棍等一批 中国风嘻哈歌曲的火热 嘻哈 说唱成为了 华语歌坛的一个新主流 这就是周杰伦在华语流行乐史上 最大的一个贡献 而且周杰伦的说唱 他不是英武学舍的照搬欧美 而是将大量的中国传统文学意向 和中国古典的音乐元素 融入说唱 形成了一个全新的 本土化的中国式的说唱 当然在歌词方面 方文山的贡献是功不可没的 说唱最重要的是歌词内涵 周杰伦的说唱意义就在于 他说的都是中国人的事 唱的都是与中华文化有关的内容 除了娘子的双结棍之外 还有像霍元甲 龙泉 本草纲目 爷爷泡的茶 哪个不是基于中国传统文化的说唱 他剔除了欧美说唱中尖锐的批判性 放大了他的文化属性 所以从历史与文化的高度来看 周杰伦的音乐 他拓宽了华语音乐的路径 使中国文化和西方音乐得到了良好融合 这就是周杰伦在华语音乐史上的历史意义 如果你想站在更高的视野看流行音乐 请关注我的频道 我是中国流行音乐简史的作者 也是50多本流行音乐图书的作者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